公平给我一个反馈,谢谢大家 哈喽,大家晚上好,可以听见吗 好的,没有问题啊,那咱们开始今天的课程咯 那么今天呢,是万词第六季的第十节复习课 已经接近尾声了,因为这已经是当初第二节了 然后呢,希望大家可以把之前学的这个课程呢 反复的去巩固一下 你可以拿出这个更多之前的这个直播课程 然后以二倍速快速的去过一下啊 防止这个比较靠前的单词 现在已经印象比较模糊的这样一个情况 那么尤其像万词这样的单词 它属于都是比较这个高阶词汇哈 就是高难度单词 如果你要是不及时复习的话 其实很容易忘记的 OK,好了,那咱们来复习一下 上一个阶段咱们学的一些单词 那么咱们先把上一节课讲的这些单词呢 重点一些单词来挑战哈 咱们来看一看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些英文的中文含义的 大家公平打一下哈 来,首先DK单词 revelate 来,那我们打一下哈 这间词中文的含义revelate 那么LET结尾的呢 或者是ETD结尾 它都表示跟这个小相关,对吧 那么小河流 诶,没错,小西小河 revelate, great 好,下一根词 crucify crucify 那么我们说这个cruc cruc 这样的一个前面的词根呢 它表示是这个cross 对吗,交叉 那说把这个耶稣定在十字架上 crucify him 没错,定在十字架上折磨 很好 第三个词是circumpect 那我们说circum 它表示circle圈圈,对吧 你要做坏事之前呢 你肯定是先要缓顾一下 证明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没错,小心的谨慎的 circumpect, great 第三个词是speculate spect and calculate 我做一件事情之前呢 我先看一看 然后我再算一算 看一看,算一算 所以说它表示的是 投机预测 那么刚才有同学说怀疑 怀疑是哪单词啊 怀疑叫做suspect 这两单词要去分开 这一单词要suspect 向下去看,对吧 这个是不是蔡曲棍喜欢我吧 你看蔡曲棍好像是喜欢我 你当你向下去看的时候 你觉得这件事情 是抱怀疑态对吧 所以两个人怀疑 好,第五单词 crucate crucate是什么意思啊 那么AD表示的是一群人 对吗 带着十字架向东走的一帮人 它就是一个历史事件 叫做十字军东征 很好 那么由十字军东征 引申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含义呢 叫做改革运动 然后crucate against somebody or something 改革运动啊 反对什么 那么against之后就加什么 好,这是第五个 第六文章是invigo invigo 跟勾引相关 所以说invigo 同一团字 比如说hoax 诶,没错 表示的是诱使 哄骗 没错,诱使哄骗 invigo 好,第七个 acumen 大家想的是acute man acute man 诶,没错啊 你看a这个手字母 如果大写的话 它表示尖端 对吧 削尖的脑袋 往外去这个钻的人 它就是一个聪明绝顶的人 表示的 它是个名词 怎么看啊 它是个名词 它是个名词 它表示的是聪明 聪慧 叫做acumen 它是名词 对啊 这词性你要掌握好啊 来,第二半的词 agacerbate 那么我们说 这个acerb呢 这个词跟它表示 是跟尖相关的 对吧 那么大写A手字母 它就表示这种 尖尖的感觉 那么ex表象外 说这个东西啊 向外变得越来越尖了 那么 没错 同一团词 deteriorate abbreviate 对吗 都是它同一团词 越来越坏了 这个事情呢 越来越加重了 没错 所以说这词表的是舌话 对吗 你看这豆豆 比如说 它往外租得越来越尖了 是不是就是它 逐渐的恶化了 exacerbate great 第九三次 clump clump 没错 大家来看 lump小弟 它确实表示 它确实表示 它是这个 种块 一团一块 但是clump 我们说半包围C 就是个半包围结构 对吧 把这一团一块 给它包起来 所以说它表现 是一丛一醋 比如说 a clump of flowers 一醋瓜 或者是 a clump of bushes 一醋 这种棺木丛 把一团一块包起来 一团一醋 好 第十单词 ambiguous ambiguous 我很大 我很大 那么我到底是哪大呢 头大脸大 脚大手大 这件事情 我没有说清楚 所以说它是 摸棱梁可得 同一团词 记忆同学说特别好 equivocal equivocal ambiguous 摸棱梁可得 好 没有问题 这是第十个 咱们再来一组 再来一组 第一单词 revoke 把你曾经说过的话 怎么样呢 喊回来 voke v-o-c-v-o-k 它让人一个 喜欢词形式 对吗 equal 相同的 两个相同的声音 同时叫我 这个时候 我也不知道谁叫我 对不对 那么它还是表现的是 没错 含糊的 摸棱梁可的 其一的 同一番词 ambiguous great 考研我要考 七十家同学说特别好 那我们说 这个bomb呢 就有这个 护手霜的意思 是吧 很多那种图的 那种高位霜呢 都用到这个单词 那么你想想 你图完这个东西之后 给你有什么样的感觉 非常温和的方向 对不对 你看当你图完这个 护手霜之后 又在冬天 缺少水分的姐姐 哦 你以为 哎好香啊 方向的 然后呢 也特别温和的感觉 对吗 好 第一个字 indigestion digest 代表消化 那么in呢 表示not 不能 不能消化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哎非常好 消化不良 消化不良 这种病 得治 第五单词 costume costume 你以为你穿上了costume 就可以cosplay我吗 那大家想一想 如果你要是想玩 cosplay的话 你是一定要穿上 这个costume的 要不然你怎么办都不像 哎没错 所以说这点字 代表的是 嗯 服装要具体一向 那表的是细服 对不对 我们说专门去演出的 这样的服装 叫做costume 媳妇 出卖 这个 这个输法 已经出卖了你 是不是 好 第六单词 invoke invoke 那么还是喊 来看一下啊 怎么喊呢 是在内心深处喊 上天 赐给我一个对象 是不是 国家什么时候 才能给我分配女朋友 invoke 哎没错 他表示的是 恳求祈求啊 恳求祈求 好 下一单词 convoke convoke 说把大家喊到一块了 嗯 今天晚上哈 我们把大家喊到一块了 来看一下这个半字班 第六季的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 嗯 convoke 没错啊 表着着急 着急到一块 好 第八单词 gestation gestation gest 表示carry 鞋带 对吗 那你如果说 携带了一个宝宝 也叫做gestation 如果说你携带了一个idea 也可以叫做gestation 哎 两个意思啊 一个是怀孕 另外一个呢 表示就是 酝酿 构思 孕育 对不对 哎 没错哈 我们说可以说是 它其实跟这个conceive conception用法是一样的 对不对 如果你要是带了一个宝 你就是怀孕 如果说你带了一个想法 你就是酝酿 没错 构思 好 第九单词 ingest 往里去搭 同一单词 老实讲 就相当于intake 非常好啊 有这个下咽的意思 还有吸收的意思 intake 摄入 吸收 好 最后一单词 germint 那么我们说germint 这个词 跟它其实有装饰的意思 对吧 那你穿在身上的衣服 是不是装饰你自己的 对吧 所以说它表示的是 嗯 服装 尤其指的是盛装 非常正式 very very formal clothes OK 就那种非常正式的服装 我们叫做germint 成衣 说得很好 没有问题 好 那么咱们再来最后一组 再来最后一组 第一个单词 boot 博尔特 大家想要博尔特 夺门而出 所以说这个单词 它有什么意思 哎 没错 它有吉陶的意思 还有门栓 对吧 破门而出 博尔特 破门而出 飞奔逃的怪门栓 都是它 好 再往下 peace marrow peace 短图 对吧 这个路径变得很短的 证明你找到做事情的 这个精华 对不对 非常好 marrow 它这个精华 有只是骨髓的这种精华 peace 同样也是一个意思 好 三往下 下一个单词呢 就是上课了 给大家讲 用化妆品相关的一些单词 Lotion 不许有没有仔细观察一下 你的化妆品 然后是不是有这样一个单词 哎 没错 它表示的是乳液 对不对 我说你要不知道 什么是乳液的话 直男同学 它就是我们的大宝 然后SODM 它就是我们的 Lotion 乳液 好 再往下 第七单词 Foundation Foundation 哎 没错 粉底液 对不对 Foundation有基础的意思 那么给你脸 做一个基础打底的 是不是就是我们的粉底液 嗯 很好啊 下一个词 Find 有R 有花就是朋友 梅花就是小恶魔 对不对啊 所以说Find 是我们所说的恶魔 好 第六点词 也不是什么好词 Vicious 我们这样有个关系 叫做Vicious Circle Vicious Vicious Circle 对呀 你的喷雾是解是Lotion 可能那个喷雾 是不是粘稠一些 哎 没错 它表达是恶意的啊 恶性的 比如说我们说Vicious Circle 叫做恶性循环 对吧 嗯 好 第七点词 Empire Empire 我说人家本来青梅 说马上小巫拆了一对 然后呢 你非得不让人家带一起 Empire 就是对于这对小情侣 的损害损伤 对不对 同一点词 Damage Great 两两 好 再往下来 第九个词 叫mote 你摸它 它就怎么样呢 它就mote 哎 没错 表示的是啊 脱毛 对不对啊 脱毛 换毛换鱼 mote 那么 如果它是什么玩意儿 你就要dote呢 哎 没错 如果你发现 它要是个傻子的话 是不是 傻瓜的话 你就dote dote 傻瓜 笨笨 Dow 没错 Dow Bull Great 好了 那么以上呢 就是上一节课 我们讲的一单词 大家长得还不错 今天来呢 进入到今天的这个单词 复习了 首先呢 咱们先来一组 找相同的游戏 请大家找出语 所谓单词 Write 意思相同的一项 A Adicate B Prejudice C D Adultery A B C D 大家选哪个呢 哪个跟单词 Write 意思相同 哎 你看 这答案重重奋奋容了哈 就出现这个不同的选项了 好 就检验大家这个背单词 准确度的时刻到了 嗯 没错哈 那么你看 杨元元同学 给的老师 这个非常精准的翻译 叫做李 对不对 风格校同学给的老师 叫李 没错 所以说表里呢 正确的这个答案应该选择是A Adicate 都有理的意思 那么咱们注意来看一下 首先这个单词 Write 表示仪式 那么这单词词源呢 其实来自这个root 大家能看出来吧 原因 Ou跟I换了一下 所以说你看套路套路 就是你要是干什么事情 这都是套路的 你也走完这套流程 对吧 那么这个流程呢 其实就是我们的right OK 好了 你看接着我们说哈 人生走的最长的道路 就是某某人的套路 对吧 This is root This is right 好了 那咱们来翻译一下 这两个短语分别什么意思 一个叫做religious right religious right 我不知道咱们有没有 这个信仰穆斯林的同学 就是我上大学的时候呢 我的同班同学 他就是这个信仰穆斯林 他是一个来自 新疆维吾尔族的少女 那么他每天就是要做 我没记错 应该是五次礼拜 五次礼拜 就早上五点多 太阳升起的时候做一遍 然后中间什么 也要做好几遍 然后晚上这个 太阳下山的时候 也要做一遍 就是他是唯一一个 他说他要回溯礼拜 老师就是没上课 都不敢不让他去的人 这就是一个仪式感 对不对 充满了这种神秘色彩的仪式感 religious right 对巴基斯坦 他们也是有这个习俗的 对还有这个摘月 是不是就是白天 有太阳的时候 你不能吃东西 然后就月亮升起的时候 你才能够这个大吃一顿 如果妞儿同学 你就是是不是 对 然后当时老师还问说 同学们 家庭你们都看了什么书 然后我真的是当时想都没有想到 穆斯林的葬礼 是吧 说完之后 我看我爸那同学脸色就不太好了 感觉已经破坏了人家的这种 religious right 对吧 宗教的仪式感 好 下个单词 puberty right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puberty right 首先你知道 puberty什么意思 这点子呢 同学们你可以通过这个pure 去足迹一下 纯洁 你看你想你人生最纯洁的 那个年龄段 对吧 就跟恋爱的时候 都不敢拉手 熟的那个年龄段 什么时候呢 是不是对你的青少年呢 青春期 对吧 那时候就非常青涩 青年时期 对吧 所以说 puberty right 你要从这个青年 就是小 未成年 然后呢 逐渐走向成年的 这样的一个仪式 就是你的 什么呢 就是你的成人礼 对不对 拉手时候未怀孕 对 小的时候都是这么以为的 所以说那时候怎么样呢 非常的pure 那么在英文当中呢 其实在教学法当中 它会有一个 叫一个 关键时段假设 叫做critical hypothesis 那么也就是说 当你一旦进入到 你的puberty之后 过了13岁 之后成为一个teenager 基本上你语言 学习大门就已经关上了 如果说你在13岁之前 不能把这个第二外语 说的像你的native language mother tongue 母语一样流利的话 那么其实 你之后的阶段 都很难再把另外一个 第二语言 说的像母语一样好了 那你说老师 我可不可以说的 就是很像那个 外国人说的可以 你可以无限的接近它 那么你说的这个东西 叫inter language 也就是在两个语言中间 的这样一种语言 但是你要说 像老外说的一模一样呢 那真的就是 too hard it is too difficult 太难了 那么所以说 这个咱们可能 这一代已经不行了 是本师老师没有办法了 我已经错误了 这样一个critical hypothesis 那么就可以在你的下一代上 努力的下功夫 在他的puberty来临之前 要尽可能的去培养 他的这个英文的语感 好 理解了吧 religious right 宗教的仪式 puberty right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成年人 从青春期到成年人 过度的这样的一个仪式 就是我们的成人礼 好 接下来 下一个单词 叫做rachel 那么这单词呢 是从right的仪式的单词 l之后变了一个形容词 当然它也有这个名字的意思 但是呢 这一单词作为 仪式的意思 什么平均更高一些 那么作为形容词呢 表现的是理不得 对吧 好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句子叫做 life should have a sense of rachel 来给老师翻译一下 什么叫做 life should have a sense of rachel 那么这个句子呢 其实也知道 像送给大家的一个句子 没错 就是生活呀 需要那么一丢丢的仪式感 对不对 你看比如说我们的贺本 时时刻刻都非常的精致 大家要做一个精致的聚聚女孩 OK sense of 比如说humor 我们说这个要有幽默感 sense of rachel 要有仪式感 视频开始没动 关了再重启一下 一直卡住了 那不行 太丑了 我看一下啊 我现在是不是关上了 我现在是关上状态吧 是好 然后我来看一下 哎呀不太行 就这样吧 咱们今天就这个 估计是不太行了 算了算了就这样吧 他动不了了 打开就是这样 全体男生抗议 好了 重启课程 那我就出去了 放了图片也行 这要求还是很少的 好了就这样吧 没关系 杨课老师一定会把这个上头 给调试好了 好了 然后呢 我们来看 我们来看下一单词 叫做 etiquette 那么这单词呢 同样也有一个理解 理的意思 其实它是一个四级词汇 四级的这个真题当中 已经多次考察过这单词了 那么这单词怎么去记呢 大家来看一下 中间的这个 tick t-i-q 它长得像个t 小提示 那么除了这样一个 助记方式以外呢 还有就是大家来看 其实后面这块呢 它引出的是 tick的这单词 就是票 那么其实呢 在很久之前的ticket 跟咱们现在去的 比如说演战后的门票啊 游乐园的门票 它其实不是一个意思 那么在那个时候呢 如果说女王请你 去参加一个国宴 是不是 然后呢 这个贵族请你 去参加一个家宴 那么你在去之前呢 这个礼仪对 它都会给到你一个ticket 找你个小的票 那在票上呢 这个白纸上会写到 在参加这样的一个 大型晚会的时候 你需要遵循的 一系列的礼仪礼节 对吧 给到你的是一个 这种小的tips 所以说 后来呢 edicate这单词 逐渐演变成 礼节礼仪的意思 是这么来的 大家能理解吗 没错 是一个入场券的 这样的东西 那么在入场券上呢 会写到 你去参加这个会议 或参加这样的一个板页 你需要具备的一些礼仪礼节 那么 同学们 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这两个短语 它没什么意思呢 给大家猜一下 第一个呢 叫做 missi advocate missi advocate 那么这个呢 大家可以聆想 那个我们说 missi road 小姐 什么小姐呢 missi road 什么意思呢 每一年可能 这个全球的话 都会举办一个 missi road competition 哎 那个叫做 淑女 懂礼仪的小姐姐 就是淑女 是吗 哎 暖夏的 也反应特别好 它应该就是 我们说的 礼仪小姐 对吗 missi road 叫做 全球小姐 那么 missi advocate 就是我们所说的 这个礼仪小姐 比如说 你看你们学校 肯定是有各种 什么礼仪队 然后呢 大一团之类的 那么在那里面 每次参加晚会 然后呢 就穿一起红裙 给人家去 这个端奖杯的那个 它就叫做 missi advocate 礼仪小姐 没错 颁奖 那么什么叫做 diplomatic etiquette diplomatic etiquette 没错啊 diplomatic的指着 是外交的 那么 加上这个 Etiquette的连接 就是外交礼节 外交礼节 外交礼仪 好 没有问题 顾慰君说得非常好 好了 那接下来呢 我们给大家来看一下 讲一下 这个西方的餐桌 作为这样的一个 软性文化的知识 我们来普及一下 叫做dining etiquette 如果说 你要是想在这个 西方 吃西餐的时候 在餐桌上 成为一位 gentleman 或者是一个 fair lady 摇摇书女的话呢 那你是必须要知道 以下的这四大 posh原则的 那个posh呢 它其实同一番词 可以翻译成 比如像fancy 炫酷的 高大上的 这样的一个原则 这个小的责任 大家可以记一下posh 高大上 或者翻译成fancy 炫酷 你就要知道这样的四个原则 没错 时髦 是吧 fancy fancy 这都是在老外口语当中 经常会出现的一些 非常高频的用小的 非常好用 fancy posh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都哪四大原则呢 首先第一个 不用说了 女士优先 ladies first 下面呢 就是餐巾纸的 正确使用方式 相当下餐具的使用 以及西餐的三道士 好 那咱们主意来说 那首先呢 第一个 女士优先 这不用说了吧 不管是小孩 小女孩 还是老妇人 首先你看到女性的时候呢 就要非常主动的 上前帮她去拉椅子 让她先坐下 这是一个 不管中国外国 都通用的 这样的礼节方式 那么接下来呢 我要讲一下 餐巾的使用 餐巾呢 叫做napkin 我来说一下 就你们认为的餐巾 只跟我这里说的餐巾 有什么区别 我说的这个napkin呢 它指的是那种 不意的 非常大的 方形的那样的纸 就是说 在这个男人前面 围的这种红色的 像这样一个 不意的 大型的 方形的纸 它叫做napkin 而我们说 平时擦嘴的 那个餐巾纸 它叫做T恤 这个你要分清楚 就是小宝宝 围住脖子的那种吗 对 那我来说一下 来问一下 咱们同学有没有 就是喜欢 用这种围法的 就是吃饭的时候 就是用这种围法 大家一边倒是看一下 好 郭妞同学 那这太丑了 这不是丑不丑的问题 你们很野生的 就不用 你袖子就够擦的了 是不是 吃泡面的时候 好傻屌 小的时候会 没错 原认为这说得特别好 如果说你要是 这么去围的话 同学们 你这是一种非常卑鄙 小孩子小婴儿的违法 那正常的违法 应该是什么样呢 我来说一下 听老师描述 一般Napting都是一个正方形 然后你需要把正方形 怎么样呢 叠成一个三角形 然后让开口这个地方 冲向你自己 放到你的大腿上 记好了 不是挂在你的脖顶子这儿的 是放到你大腿上的 是防止这个油点 还有这些 餐上的这些油渍 进到你的这个衣服上 是放到大腿上的 那么这个餐巾纸呢 它有一种这种 理性的这样一个作用 就是当主人 抖开他的餐巾纸的那一刻 就证明 OK 我所有的guests们 你们都可以开始用餐了 它相当于像一个这种 哨子号令的感觉 当主人抖开他的餐巾纸的那一刻 就告诉你 现在你可以用餐了 那我来说一下 这个擦巾纸呢 它只能用来擦嘴 是吧 刚才有个人说老师好 我留鼻子用来擦鼻子啥 是吧 我看见了 那绝对不行了 那绝对是不行的 它只能用来擦嘴 擦鼻子的话 你得选用其他的一些方式 那么如果你要是说 老师我现在没吃完呢 我还有挺多要吃的呢 但是我要临时走一下 怎么办呢 你这个时候呢 就可以把餐巾纸放在凳子上 当这个waiter 看到你的餐巾纸在凳子上的时候 他就不会把你的餐收走 因为他知道你还没有完事呢 是吧 那你说老师我完事怎么办呢 你就稍微别别 放到你的餐盘旁边 就证明you finished 你结束了 所以说哈 你看 一个箱子的餐巾纸 其实在整个餐桌礼上 还是起到了非常至关重要的 这样的作用的 对吧 有餐巾 有这个摄像头的话 多好 对 这么不给力呢 是吧 这个时候够坏了 好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哈 下一个呢 就是一个餐具的使用了 叫做the use of cutlery 我们来看哈 餐具餐具是不是切东西的 对吗 那个包是我们来切东西的 所以是cutlery 这单字表示餐具的意思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哈 那么这个餐具呢 老师给大家找了一个最全的哈 如果是一种非常标准的法式大餐 我们可能会用到哪些东西哈 应该说 哎 老外真的是太费劲了 是吧 我这装锅多好呀 我一个筷子就搞定了 如果你真的是吃一道非常地道的西餐的话呢 它是 就是 边给你上东西 然后边给你上餐具 比如说你吃不一样的东西的时候呢 它会给你配不一样的餐具 那老师呢 就给大家注意的来讲解一下哈 你以后去 这个用餐的时候 你就知道应该怎么去使用了 那么最左边的这个一号的选手哈 它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napkin 叫做餐巾纸 对吧 然后呢 再往旁边哈 这个稍微小一点的茄子呢 它是吃这个鱼的 叫做fish bird 那么大家都知道 其实在国外的那个餐的那个 就是它的menu菜单上呢 它分的非常清楚啊 鱼 然后呢 牛排 然后什么 煮菜 它分的都非常的清楚啊 那你要知道 就是老外还是很忌讳的 这个红肉白肉混到一起去吃哈 白肉就指的 比如咱们的chicken 我们的小鸡 我们的fish 鱼 那红肉呢 比如说咱们的lamb羊排呀 steak牛排呀 这属于pork 猪肉 这属于红肉 那么这两个肉呢 一般来说 这不会混着吃的哈 在餐具呀 以及配的酒 都是完全不一样的 能理解吧 好 然后呢 中间这个大叉子 它就是我们的dinner fork 吃主菜的 然后会叫做min course fork 对吧 吃主菜的这样的大叉子 那么再往旁边 第四个呢 它吃这个沙拉的 叫cellars fork OK 那么中间的这个盘子 咱们先说底的这个大盘子 大盘子叫dinner plate 就是我们吃东西 可能都会在这个盘子上进行 是吧 然后把菜夹到你的这个盘子上 叫dinner plate 那么在上面这个呢 它其实不是个盘子 它是一个比较凹陷的 但是呢 俯饰是一个平行的 这样的一个碗哈 那么它是喝一些 餐前上汤的 叫做soup bowl 或者叫做soup plate 都可以 因为它吃这个盘子的形状 但是呢 它又是个碗的功能 能理解吧 好 然后呢 第七个这把刀 大家看到是一个最大的刀 对不对 它就是我们吃主菜的 吃晚餐的刀 叫做dinner knife 那么再往旁边 这个稍微比较小一点 当它吃鱼的刀 对吧 但是这个鱼叉 它是一堆的 它叫做fish knife 然后旁边中的是 用到我们的小勺子 对不对 它就是用来喝这个 汤的这个勺子 叫做soup soup OK 喝汤的汤勺 好 这个基本上就完成了 这个主菜的部分 是吧 然后呢 咱们再往上去 来看一下这个其他的 这个叉子 还有勺子 怎么去用哈 那么这两个的同学们 它是吃这个餐前面包的 我来说一下哈 就一般还是说呢 就是在吃饭之前 他怕你没意思 他先给你上一块面包 然后先给你垫不垫 是吧 然后呢 就有一个同学 他就饿得不行了 他就吃面包吃饱了 是不是 然后有一些餐厅 他无限制提供你面包 然后这老师 我不点猜 光吃面包行不行 好像也不太行 是吧 所以说就是 适可而止 差不多就行了哈 你别说吃个这个 八成包 九成包 那你待会儿吃那个什么 肉啊什么的 就吃不进去了 对不对 好 我们来看哈 这个呢 盘子它叫做 butter 或叫这个bread plate 黄油盘 或者叫做面包盘 那么这把小刀呢 它没有任何的锋利程度 它就是用来抹黄油的 大家知道吧 老外他不喜欢吃干巴巴面包 他不需要在那个面包里面 涂着那种 甜味或咸味的 黄油 叫做butter knife 黄油刀 好 在那中间呢 这个刀叉呢 是吃完所有主菜之后 我们会进行这个 餐后甜点的部分 Dessert 那么吃甜点的话呢 可能会是用到这种 Cake fork 叫做蛋糕叉 或者叫做Dessert spoon 叫做甜品勺 这两个呢 是甜品的 那么说完这刀叉盘子以外呢 咱们来看看杯子 其实杯子也是非常有讲究的 那么大家看13号这种杯子呢 大陆老师会把这个杯子 具体给你们大家可以转开 去讲呢 大概知道一下就可以了 在这张图上 13号这个杯子呢 它叫做water goblet 懂什么啊 你说哎呀 真的是 要有这个视频多好呀 是吧 我老人家杯子 装后等杯子 各种家还挺多的 来展示一下 是不是 这就挺好的 那么这是装水的 那一般来说没有人会要这个水 一般来说水都是那个 lemon water 柠檬水 或者是soda water 这种苏打水 老外基本上很少会去喝这个纯水的 一般都是柠檬水 或者是苏打水 然后呢 14它是一个right one goblet 你看高脚杯 高脚杯 大家听过小的时候 这种说法吧 高脚杯 它就是叫做这个 它就是通过这个goblet 这样一个英文的 发音引申过来的 然后呢 这是喝红酒的高脚杯 那我说了 老外其实很讲究的 它吃红肉的时候 羊肉 牛肉 猪肉 它要配的是红酒 right one 而我若吃白肉的话 chicken fish 鱼肉 鸡肉的时候呢 我这个时候要配的是白铺的酒 所以说第五个杯子呢 它喝的是白铺 叫做white one goblet OK 若大家以后去出国啊 你会发现这个 很多国外的航班上 它都会提供这种红酒 跟白酒的小瓶 不是白酒 红葡萄酒 跟白葡萄酒 这种小瓶装 如果你想尝试一下的话呢 你下回可以不要 这个orange juice 橘汁 你下次可以尝试一下 这个white one or red one 可以尝试一下 好了 那么再给大家去讲一下 这个glosses 杯子到底是怎么使用的 它的这个大小的杯型呢 它都分别装什么样的酒 这个也是非常讲究的 好 红葡萄酒叫做right one wine指的是葡萄酒 对吧 红葡萄酒是right one 那白葡萄酒呢 就是white one 好 那大家看一下啊 红葡萄酒 其实就是最常见的这种 比较胖胖的这种红酒杯 摇晃的红酒杯 对不对 这种胖胖的红酒杯 它装的就是红酒 然后比它再瘦一号的这种 它装的就是白葡萄酒 white one 然后呢 最瘦 最苗条的这个装的是 什么 什么叫champagne呢 香槟杯 对不对 说特别好 香槟杯 那香槟其实大家都知道是很贵的 对吧 并不是所有的这个 呃 葡萄酒 这个气泡葡萄酒 都给叫做香槟的 只有是生产在法国 这个 只有生产在这个香槟产区的酒 它才可以叫做香槟酒 那一般来说都是庆祝一些 非常美丽的节日的时候 你才会开一瓶香槟啊 它这个价格都是比较高昂的 比如说法国的 勃根地呀 然后法国的波尔多呀 都是葡萄酒 香槟酒的这种非常有名的产地 哎 非常好啊 然后最后这个非常矮 爱胖爱胖的这种啊 就是我们之前讲的一个 呃 鸡尾酒的鸡酒的一个类型啊 叫做brandy 是吧 见过吧 这种爱胖爱胖的啊 它也不是说什么酒 能不能放到这里头的 只有brandy啊 它更加适合这样的酒杯 没错 好了 那以上呢 就是讲了一下这个杯子的使用 是吧 然后呢 咱们再说一下这个杯子呢 其实在喝酒的时候 也是非常有讲究的 How to hold the glass 你不能说老师哈 我把这个酒挺凉的 我烤热吧 是不是 我就摸着它这个平身 不行啊 同学们 你摸它之后呢 由于温度的改变 会导致这个酒的 它的这个口感发生改变 它里面这个丹宁呢 会发生一些化学的反应 所以说 你要是想去摸酒的话哈 你需要持的是酒的这个杯瓣 你必须得摸这个地方 如果你摸上面的话呢 你手的温度就会改变酒的口感 是不行的 然后呢 How to cheers 我来说一下哈 你看 这个如果说中文人喝酒的话 就是来大家喝一杯哈 感情深一口闷 然后跟这个喝 跟那个喝 跟这个干 跟那个干 不行 在老外的这个文化当中呢 Cheers 只会在喝第一杯酒的时候 会说 我们一起干杯吧 那么在后面所有酒的时候呢 都没有Cheers 这个动作了 能理解不 哎 没错 那么你看 有同学说了这个toast 是原始 没错哈 toast呢 在英文单词当中 它确实有住酒的意思 那么其实大家可以通过这个发言 第一次知道它的意思呢 应该是知道它是吐司面包的意思 我说对吗 吐司面包 吐司吐司吐司 toast 那么为什么吐司面包 还会有这个住酒的意思呢 那是因为哈 在很久很久之前 这个酿酒的技术 还不是那么的发达 那么人们呢 喜欢这个用面包 它里面不是那种红红的结构吗 是不是 放到这个红酒之中 来去吸收红酒当中 比较酸色的味道 以改善红酒这种 比较香醇的气味 所以说 慢慢吐司面包 toast这点词 就衍生出 这个住酒干杯的意思了 所以说有个短期叫做 proposed toast 就是住酒 哎 没错 其中学特别好啊 proposed toast 那么是不是四千五的同学 老师在四千五的中 能讲过这点词 好 没有问题啊 对 同学说 这个铁铁铁铛 铁牛同学说 老师们晃一晃 是要晃一晃的 为什么呢 是让它里面的这个 丹宁 最大程度都要发挥的效应 所以说有些酒呢 你不是说打开之后 就能喝的是吧 都来一瓶 八二年的 不是打开又能喝的 它是需要去醒酒的 所以说 在很多西餐厅呢 它会有一个那种 就是额静的醒酒器 在喝之前 它醒一醒 让你的一个丹宁 充分的 会发挥这个效应 然后呢 才会去给你去倒酒 是吧 好没问题啊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说一下 这个cutterie 不同的摆放方式 也会体现你对于这个餐的一个态度 对吧 那首先呢 如果说你摆成一个八字形 它就是pulse 你暂停一下 我还没吃完呢 别收走 是不是啊 暂停 那么如果说你摆成一个十字交叉的形状呢 那就是 I'm ready for the second plate 我已经等候第二份了 是不是啊 再来一份 那如果说 你要是把刀叉横向的 摆向右侧的话 那就写太下了 对吧 太好吃 Excellent 那如果说 你要是受着去把它摆放到这儿呢 它就写 我吃完了 你给你洗我走了 I finished 那如果说 你要是非常生气愤怒 你把这个刀叉 这个叉子里的时候呢 就是太好吃了 不会再来了 你家从此 被我列入了黑名单当中 I don't not like it 我不喜欢 差评 OK 所以说 这就是西餐的这个餐具cutlery 它的摆放的方式也决定了 你对这些餐的一个attitude态度 好 没有问题啊 然后接下来呢 咱们再说一下这个西餐的三道士 其实这个老师之前就讲过了 对吧 还有印象吗 我说西餐呢 一般来说就是这样三个模式 第一个就是让你开开胃 比如说吃点沙拉之类的 是不是叫做 appetizer 或者stutter 对前菜 然后吃完前菜开胃之后呢 会进入到这个正菜主菜的部分 叫做mean course 或者叫做entree 这是一个法语节的单词 entree mean course 都有种主菜的意思 那么最后呢 就是我们的甜点了 对不对 desserts 比如说什么慕斯面蛋糕呀 比如说什么巧克力冰淇淋呢 它都可以在甜点的这部分去点 那主菜呢 我说吃牛排 或者是说吃这个鱼的话 是一定不会出错的是吧 那前菜你可以点一些 比如salard 或者是一些汤 smooth 都是 sorry soup 都是ok的 好 没有问题啊 这就是老师给大家讲的一些 跟atticate 来我们再来附下这点想 atticate 相关的单情 ok 好 吃啥要看看温尺不行吗 好 没有问题啊 那今天来呢 咱们就继续往下讲了 点的时候 白红肉不能一起上吧 是这样的东西呢 就是一般来说 咱们点西餐的时候 就一个人呢 他一般会点一份主菜 他不会说老师 我又点这个牛肉 点白肉 又点这个鱼肉 很少会这样去吃 那么中国人如果去吃西餐的话 你看咱们整个的价值观是不一样的 西方人就是 我点一份 他就是我的 就我吃 你不能吃 但中国人呢 比如说像我跟我朋友去吃西餐啊 我们可能会点很多份 大家都想吃 然后换着吃 能理解吗 就是中国就那种集合式 集约型的 那种合作型的模式 而老外就是那种 individual 个人性的这样的一种行为 还挺 差挺多的 对 好 没有问题啊 然后接下来呢 咱们来看 collective individual 对没错 中国就是collective 然后外国就是individual 好 下来下一单词呢 我们要讲的是 adulterate这单词 那么这单词呢 前面是不是adult 成人 通奸通奸 你小孩子能叫通奸吗 小孩子呢叫过家家 对不对 成人才能有通奸罪 这样的一个成立的罪名 adultery adultery adult 成人的通奸罪 那么这单词呢 大家看 这个adul adol 它指的是adult 成人这个单词 成人三部曲 是哪三部曲 我这个梗我怎么不知道 好 那我们来讲一下 这个单词呢 如果要讲它的话 是必须要讲到 这样的一个 历史事件 那么如果你要是 对这段历史事件 感兴趣的话呢 推荐大家去看一个美军 叫做都督王朝 讲的呢 就是这段历史 那么讲的这段历史 不得不提的呢 首先这个男性人物 就是亨利八世 如果光说亨利八世的话 你可能会觉得 莫名的 非常的陌生 是吧 那如果说我告诉你 他的女儿是谁的话 你一下就明白了 他的女儿呢 就是英国历史上 著名的女王 叫做伊丽莎莱一世 那么伊丽莎一世 谁跟谁生的呢 就是我的亨利八世 跟我的安妮博林 安妮博林 所生的这个孩子 那么我来讲一下 他们这段情史 一开始呢亨利八世呢 确实跟这个 西班牙的公主凯瑟林 结婚之后 有一段非常美妙的时光 是吧 然后生了他们的 第一个女儿 叫做安妮 sorry 叫做玛丽 叫做玛丽 那么好景不长啊 这个凯瑟林王妃呢 特别不争气 一直没有生出儿子 但没有儿子的话呢 就没有继承权呢 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呢 安妮博林上线了 那么安妮博林 是以个什么样的身份上线呢 我想一想哈 在中国的这个历史文化当中 找到一个原型呢 就是玛丽哥哥里面的情儿 大家知道情儿 是什么样的角色吧 就是贵族家的 这样的小姐姐 然后呢 由于家族势力 把她放到这个 老佛爷旁边 放到一些宫廷的贵妇旁边 然后培养 能用领结礼仪 对吧 然后呢 让她变成一个大家闺秀 没错哈 没看过玛丽哥哥 林明同学 那是一龄后的同学 是不是啊 非常的年轻 没看过玛丽哥哥 这么经典的剧目 好 然后呢 这个时候呢 安妮博林就凭借 她自己抽色的头脑 角色的美妙 美貌哈 然后就夺得了 这个亨利八世的这样的心 最难能可谓的是 她告诉亨利八世 只要你跟我在一起 咱俩必定能生儿子 然后呢 这亨利八世呢 就觉得 哎呀 说得对啊 这时候呢 就毅然决然 这种狠心的抛弃了 她的这个妻子 凯瑟琳王妃 离婚了 这时候呢 迎娶了这个安妮博林 安妮博林上位之后呢 就大肆去残杀 这个凯瑟林 王后的这些女党 是吧 因为凯瑟琳她是 西班牙的公主 所以她信仰的是 天主教的大肆参加 天主教的教徒 那么 这一块 是不是老之前 给大家讲酒的时候 讲过 讲过这个 Bloody Mary 叫做薛瑟玛丽 这个酒 是不是 那薛瑟玛丽 为什么玛丽 这个国王上位之后 玛丽公主上位之后 这么的血腥呢 就是因为当时 安妮博林 对她母亲 这一戏人的 这个大肆怨杀 导致她最后 是不是 就是报复 杀鸿了眼 所以说有一款酒 叫做Bloody Mary 那么 安妮博林 伤了之后呢 很抱歉 也没有根据 亨利八十 生出男婴了 是不是 生出一个女儿 倒是造福了 后来的英国的 这个历史 就是我们的 这个伊丽莎白伊史 但是呢 只要是女儿 亨利八十就不满意 这个时候呢 我们 凯瑟琳王妃的 这个鱼党 她的鱼翼呢 就开始复兴了 然后呢 就给安妮博林 扣上了一个 通奸队的帽子 这时候正好 亨利八十也 厌烦她的话 不管这是是真是假 咱就不考证了 反正你就是 通奸了 然后呢 把安妮博林 送到了这个 伦敦塔 处理了我们的绞刑 这是历史上 非常著名的 这样一个事件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可以去看一看 OK 你感兴趣的话 可以看一下 去查一段 这个历史 还挺有意思的 没错 没有男生不滑心 想看的话 不滑心呢 你就看他断没断气 就行了 是不是 好 然后呢 通过这点 adulterate呢 咱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动词 叫做adulterate adulterate AT结果是个 抽象名字的后缀 那么这单词呢 动词表示的是 掺杂掺甲 掺杂掺甲 男生说 这个锅我背 是不是 好 那你呢 是不是小孩子 哪懂掺杂掺甲 这么高深 奥妙的事情 是不是 这种坏事呢 只有这种坏心眼 大家可能想出来 所以说咱们再造个句子 说 the food have been adulterated to increase its weight 对吧 这个食物呢 这个掺杂掺甲 用来增加它的重量 大家都知道 现在猪肉涨价了 是不是 很久都没有吃过猪肉的我呀 想一个招 是不是 就是在猪肉里面 注水 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增加它的重量 然后呢 增加它的这个售卖的价钱 能理解吧 所以说 adulterate 成人干的坏事 掺杂掺甲 没错 注水肉 都这样 是不是啊 已经很久没有吃过那种 非常纯正的猪肉了 好 然后呢 老师这篇书给大家 曾经总结过这个 to rate 以terate结尾的 这一单词后缀 还记得吗 有印象是不是 好 然后呢 咱们领带来再复习一下 我们再复习一下 这一组单词 首先 一个有文化的人 literate 还有印象吗 这单词引述的词根 是哪个单词啊 大家想一想 literate 这单词引述的词根 是哪个单词 非常好啊 提出表扬 其中学 letter 字母对不对 你认识字母 你就是有读写能力的人 你就是有文化的人 well educated 所以说 一个有文化的人 叫做literate 那么后来识意 识意之后 一个字都不认识的 对不对 变成了文盲 文盲在literate之前 到那个I要本名前 去illiterate 文盲没有文化的 不识字 好 那么 它变成文盲之后 它没有文化的 是不是 I要干坏事了 开始给东西参加 叫做adultrate 成人干的坏事 参杂参加 然后呢 有一天 它突然怎么识意了 十几之前的记忆了 那么觉得 哟 我干过给猪肉猪水 这么丢人的事吗 不行不行 我要把这个残忍的过去 给它删除掉 丢人的过去删除掉 叫做oblaterate 那么这单子 你看ob 是不是就是not 不要字母的这个记录 不要字母的记录 它就是删除 oblaterate delete great 好 最后一单 最后呢 就做无可奈何记 根深蒂固 哎呀 这个诗意的这个过程 它怎么样都忘不了 这一辈子都记着 它给猪肉猪水 这件事情 那么根深蒂固 这单子呢 叫做evatorate 同学们 这单子之前 跟我们给大家讲过吗 evatorate这单子 没错 efface 对不对 对 将东西给它 从表面擦去 这单子讲过 是不是 没错 veterate 这单子 这单子怎么去记呢 它表示的是老兵 对不对 你刚才可以讲 veterate veterate 歪头人 老兵是个歪头人 对不对 你看很多老兵 他在战场 比如受伤了脖子 这个被枪打了过 歪脖子 是不是 老兵是个歪头人 veterate 那除此之外呢 同学们 它还是我们经常在 这个口语当中 使用的一个潮词 叫老司机 能理解吗 你这是个夜店老司机 你这是个情场老司机 就证明 你在泡妞这件事情上 You are very very experienced 你是一个经验 非常丰富的人 能理解不 所以说 veterate 这单子 你要知道老兵 你就只知道一个 他非常远古的意思 文艳文的意思 但是如果说 你能知道老司机的意思 你就知道一个 非常潮流的意思 所以说 这个潮流的单子 大家可以记得一下 对吧 你要跟外国人说一些 让他觉得 就文艳文的单子 他也觉得很奇怪 你要跟他说一些 这个 他能接受的潮词潮语 他才会觉得 你的口语是厉害的 好啊 所以说 这里的阿烟 它是一个加强的潜距 那么 就是让你非常非常的 经验丰富 是不是 就表示是 根神蒂固 Evatorate Evatorate Smoker 王俊凯 这个 刚刚遇到明星了 是吧 没错 叫做这个老烟枪 是不是 这个 戒烟这辈子 不可能了 是不是 老烟枪 Evatorate Smoker 好了 再来说一遍 有文化的人 Evatorate 十一后变成文盲 Evatorate 开始给东西参加 承认干的事 Evatorate 十一后将过去 Evatorate 不要文字记录 删除 无可奈何 记忆跟神蒂固 Evatorate 变成一个老司机 Evatorate 好 没问题 可以把这个 Treat系列 好好再串进一下 好 没问题 那么接下来 咱们再做一组 找相同的游戏 找出语所给单词 Naptism 意思相同的印象 A. Hypothesis B. Prejudice C. Ernement D. Metropolis A.B.C.D. Which one? 你看 有选3 有选4 有选B的 这单词基本上已经忘了差不多了 我来说一下 小B东西翻译特别好 特别是群带关系 选的应该是二号B 你看这单词基本上就没有所剩无几了 已经完全忘了七零八岁了 给大家好好复习一下 来 首先来看看这单词 Naptism Naptism 裙带关系 那么这单词呢 大家记好没错 你大侄子 Nephew 对不对 好 我们来说一下 这单词为什么从这个侄子能衍生出裙带关系呢 因为在很久很久之前大家都知道 其实是神权统治王权的 对吗 也就是说我的这个大主教的权利是凌驾于国王之上的 那么大家都知道什么 黑红衣大主教啊 是不是 指什么这个主教那个主教的 那么主教呢 他既然信仰了这个宗教 他就要有很强有宗教的信仰的约束 他不能结婚 然后呢七情六欲什么的都要捆绑起来是吧 但是呢 人非圣贤熟能无过 谁能保住这一辈子不能遇见爱情呢 不能被凡俗的这些事情而动心呢 动情呢 对不对 所以说他会有很多情妇 那么跟情妇生的孩子呢 他不能承认是我自己的儿子 这时候呢 就认这个孩子 做他的nephew 侄子 侄子可以吧 我妹妹生的孩子 不是我跟我情妇生的 那么他就会任命一些神职工作 给他的这个所谓的so called nephew 那么慢慢的 neptism 这单词呢 就演变成裙带关系了 因为大家都知道 RSM结尾的表情是什么什么主义 什么什么关系 OK 能理解吧 他其实是这么来的 对 说是侄子 其实是他的私生子 好 那么表示这个偏见呢 还有哪个单词呢 就是我们这里这个bias 这单词应该属于他这个高文词会的偏见 动词名词都是他 那么bias against 对于什么什么偏见 所以说你反对什么 你对什么什么偏见 你against之后就加什么 好 那么接下来呢 下一个单词叫做prejudice prejudice 偏见 那么这个单词 同学们 是不是以下回想起这本书啊 叫做pride and prejudice 那我记得我看这本书的时候 应该是小的二年级 这应该是我第一次接触国际世界名著 看的就是这本书 还是一种插图版本 literature picture 还记得老是讲吗 带插画的文学名著 是吧 那么这本书呢 我就当时给我给他非常深刻的印象 就是 是叶莎白 他那种非常桀骜不驯的性格 Mr.Dussie那种非常顽强执着的性格 都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印象 那么这里面呢 电影都非常美 是不是 简奥斯丁 对没错 这个作者呢 就叫做简奥斯丁 然后呢 他也写 他也有一部电影 就叫做简奥斯丁 这个画风跟这个 包面面见非常的像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你可以看一下 写的就是简这一生的 他的张一仙 人生的履历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可以看一下这个电影 就是Pride and Prejudice 以及简奥斯丁 他们都是一个系列的 又一个画风的张的电影 那么对什么有偏见呢 跟这个Bias 用的是相同的解释搭配 都是我们的Against OK 好 然后呢 我现在几年级 我现在那个 就读研究生一年级 好 现在这单词 Discrimination Discrimination 这单词 表示的是 名词偏见 那么这单词来看 中间是不是特别像 这个Criminal 这单词 罪犯 对吗 是不是像罪犯 这单词 从你想想 我要跟你说 这人读过监狱 你说你看到的时候 是不是或多或少 会戴一些有色眼镜 你别告诉我 这老师我不会的 我就告诉你这人 他是犯这种强奸罪 在这个监狱里 待了八年出来了 你告诉老师 你是不是对他 会或多或少 得待一些有色眼镜 也有偏见吧 是吧 所以说 Discrimination 大家可以通过 这个Criminal去记 对罪犯持有偏见 Discrimination Criminal 偏见 好 没有问题 继续往下咯 那么下一个单词呢 Hypothesis Hypothesis 表示假说 那么Thesis 不用说表示观点 对吗 那么hypo 这样的一个词根 前面这个词根 它表示是below less 就是低于少于 那么你看 我还没有真正的 成为一个这个 Thesis观点 我只是在观点之下的 没有成形的 不能拿着台面的 它就是我的假说 能理解吧 Hypothesis 那么像之前老师 给大家说 那个关键时段假说 叫做Critical Hypothesis 这就是我们刚才说 那个学习的时候呢 13岁是一个 学习语言的节点 当你过了13岁之后呢 你很难把第二外语 说得像你蒙语一样 Critical Hypothesis 关键时段假设 好 再往下呢 这个叫做Hypercritical Hypercritical 你看你批评我可以啊 但是你不要在底下批评我 对吧 让我觉得你这个人 变得虚伪 你有啥事 就拿到台面上来说 对吧 你不要在底下 Hyper批评我 Hypercritical 虚伪哥 那么做这件事的人呢 Hypercrate 这就是我们说的伪君子 虚伪的人 对吧 就是伪君子 还不如真小人呢 没错 好 下一单词 Hypertension Hypertension 你看低 低什么呢 Tension 压力 对吧 低的压力 简称一种疾病 叫做低血压 那么同理告诉老师 Hypertension 什么意思 没错 那么这个前置 Hyper 它指的是 Above 或是More 高于低于 高于多于 那么你看 高的血压 是不是就是我们的高血压 没有问题吧 高血压 Hypertension 那么通过这一单词呢 掌握一下这个起词 Hyper Above More 好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由Hyper 这个前半部分构成的单词 有什么呢 第一单词 Hyperactive 其实相当于是Overactive 对吗 就是过度的激动 过度的这个兴奋 表示的是过度活跃的 Hyperactive 那么如果说你这回 不是在底下批评我 你是怎么样呢 你是过度的批评我 就证明你太吹毛球词了 对吧 来 冲你做的同学 请举手 冲你做的同学 请举手 有吧 是不是 他们就有一个非常典型的 这样的人格的特点 就是过于吹毛球词 简称归毛 对不对 简称归毛 Hypercritical 过于吹毛球词 过于批判 OK 好 下面呢 它是一个这种文学手法 咱们如果说有英专同学 咱们有没有专门学英语专业同学 对吧 那么如果你是英专同学的话呢 这单词是一定要认识的 因为它就属于我们在文学当中的一个手法 就夸张 Hyperbole Hyperbole 那么这单词我们来看 过于怎么样呢 这个B-O-L-E呢 其实它也算是Bow这单词 你看我们说吹爆了 对不对 吹爆了 就这东西呢 它过于夸张了 过于夸张了 吹爆了 Hyperbole Exaggeration Great 没错啊 Exaggeration 也是表示夸张的这样的名词 两个单词可以做同一替换的 好 再回来解 Hype 表示的是夸张的宣传 对吗 也是用over过度的这样的概念 一样的状态 那么来下个句子 说 There was a big medium hype for the new movie 比如说最近上映的两只老虎 是吧 那么在上映之前呢 就给它做了一个大肆的这种夸张的宣传 那么它剪了很多有意思的这样的一些片段 分到一起你会觉得哇 电影好好看呢 但是你真的到这个电影院去看的时候 就发现 嗯 有点大失所望了 是不是就没有想的那么好啊 过度的夸张的宣传 Hype OK 好 没有问题啊 这是我们的这个单词 好 下一单词呢 叫做Erinament 对吧 大家可能都觉得这个有点不符合它的这个包装了 对吧 最有意思的片段可能零零碎给你凑起来 你会觉得啊 好有意思 但真的做的那种 其实还没有 它包装那么好 对吧 好 这一单词呢 哎 叫做Ornament 三毛 是吧 ABC 第一同学啊 对这个三毛的这个照片还是非常敏感的 我们来说一下啊 这个Ornament 这单词呢 来推荐大家去看一个电影 虽然说两只老虎不怎么样呢 但是最近我看了另外一个电影 我认为非常好啊 叫做历刃出窍 如果你是一个喜欢烧脑电影 推理电影的同学呢 你一定要去看 而且呢 男主角就是演这个 James Bond 这个男主角的 如果你喜欢他的话呢 你一定要去看 Ornament 这一单词啊 咱们可以做一个约定 这一单词呢 非常真切的 在他的这个台词当中听到过 所以说你可以去看一看这部电影 你看看你能不能捕捉到这个单词 Ornament 啊 这老外很喜欢的这个单词 叫做装饰 装饰物 好 哎 我忘了他的英文 他的这个名字叫什么 因为他本身的不是一个英 他不是一个这个Native Speaker 他是欧洲哪一国的一个演员 所以他的名字呢 我记得也不是特别牢固啊 大家你可以去看一下这个演员的证明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单词Orn这个词根 它表的是embellish 那么大家问老师embellish 这单词怎么来的呢 好 我们来看哈 这单词 E-N E-N 表加强 Bad 它是个法语词汇 它指的就是英文当中的beautiful 漂亮的 那么大家都知道法语呢是分阴阳性的 那么法语阳性的漂亮叫做boe 阴性的这个呢就叫做belle 都表示好看的一些 形容女孩子漂亮的是belle 所以说你会知道校花怎么说呢 校花叫做compens 这个是校园的吧 校园漂亮的人compens bad 那么校草叫做compens blue OK 这就是校花校草的说法 那么你看 就是加强让它变漂亮的 是不是装饰物啊 你为什么要戴耳环呢 是不是加强让你自己变得漂亮了 可能一个耳环 花了点睛了 就点制了你的这个脸型啊 或你的肤色啊 等等等等 让你更加漂亮的 就是我们的装饰品装饰物 那么MNT抽象名字后续 Ornament 装饰装饰品 OK 好 历人出效 Knives out OK Great 特别好啊 好 那接下来呢咱们来造个句子说 I asked him not to embellish the truth with ideas of his own 我告诉他啊 不要用你的想法来去装饰这个事实 也就是说你不要粉饰这个事实的真相 对吧 好 那么下一点是Adorn 这能理解吗 看是不是就是还是Oran 加上AD 加强这样的一个前缀 加强去装饰 还是装饰 那么为什么给大家拿了三毛这个图呢 如果说你看过三毛的这个文章的话 尤其是在描写在萨哈拉生活的这个文章的话 比如什么雨季不再来呀 萨哈拉 沙漠呀 等等等等 这样的一些文章呢 你会发现 它就是剪了一些 比如说在沙漠里的这个什么落的头啊 然后什么风干的一些东西 然后拿到家里做这种Ornament 装饰它的房间 用大自然最原始的这种馈奏 去装饰它的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小家 我认为也是一个非常Romantic 浪漫的行为 对不对 对 就是流浪进呀 就是雨季不再来 等于一系列的那个阶段的文学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好 下一单行的叫做Burnish Burnish 它表示的也是装饰 但是要看一下 它表示的是食物的装饰 那么这个单字怎么去记呢 大家可以通过这个Burlick去记 大蒜 对吧 你看 在有一些比如说米其林三星的这个菜肴上 它就会有一些东西是吃不了的 但是它就起到一个装饰的作用 比如说用大蒜去装饰这个菜肴 Ehrlich Earn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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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么Burn本身它有这个Furnish装饰的音线 比如说咱们说Earnment 叫做成衣 非常正式的衣服 你想一想 你穿上它之后 是不是就是Furnish yourself 装饰你自己 你不能裸奔吧 对不对 你必须得穿上那个东西 让你看你人模狗样的 对吧 Germit Garnish 装饰 有指食物的装饰 比如说你看这条菜 是不是就是Garnish with French Mint 那东西吗 还记得Mint什么意思吗 老师 这家酒的时候讲过 特别好 用薄荷 用薄荷去装饰整个菜肴 OK 用薄荷Mint 大家以后买一个糖的时候 去买薄荷糖的时候 你来观察一下那个外包装 它肯定会有这个单词 Mint 好 没有问题 接下来看一下一单词 Machopolis Machopolis指的是一个大都市 名词 那么这单词呢 根哥是跟这个Maternal 跟大家一起讲的吗 咱们可以连带复习一下 这个词跟 是对不对 好 连带复习一下 Maternal这单词呢 指的是母亲的母系的 那么Mater 这个前缀 前面这个词根呢 指的是Mother 妈妈这边的是母系的 然后母亲的 什么叫做Maternal Uncle Maternal Uncle 哎 没错 舅舅 没有翻译舅妈的吧 你看啊 舅舅妈妈 舅妈 没有这样翻译的 你妈妈这边的叔叔 就是你大舅 你儿舅 都是你舅 好 那么Maternal Leave 什么意思 之前介绍给大家 我们讲过 来考察一下 哎 妈妈能放的假 就是我们的产假 对不对 Ax for Leave 要请假 那请了什么假呢 Maternal Leave 产假 好 不是例假 例假是哪个单词 你非得逼老师 给你普及啊 我之前讲过的 叫做Period 看好了 这叫例假 是不是啊 就是一个周期 每个月呢 它必定会有 那么一个周期 会来临 让你心情暴躁 然后呢 躁动不安 它是一个周期的 这样一个 循环 Period 排读价 说得很好啊 好 郭女儿同学 真太可爱了 是不是啊 OK 好 那么下一个单词呢 Maternal Please 来同学告诉老师 刚才说 老师有地铁的城市 就是大都市 哎 没错 那么这个Police 这单词呢 其实它以后 是哪个单词呢 指的是警察的单词 这单词 其实现在指警察 但是其实在以前呢 跟警察一点关系都没有 它指的是城管 城市的管理啊 所以说Police 其实指的是City OK 它以后是City 这单词 城管 城管 城市管理 那么 只要它是有地铁的城市 就可以成为大都市 为什么可以这样就说呢 因为你想啊 在很久很久之前 那么也并不是每个城市都有地铁 就算现在也不是每个城市都有地铁 你必须经济产量到它一定程度的时候 国家才能允许修地铁 对吧 就比如说二战结束之后 大家能知道吗 在整个亚洲啊 除了苏联 就是莫斯科以外 除了这个地方有地铁以外 还有哪个地方有 哎 姑娘同学 没错 特别好啊 是我真给大家讲过吗 就是我们的 朝鲜民主国家国 对 我讲过的是吧 对 就是 二吧 对 就是除了 大家你们都想象不到 就是那个 如果你以后要有机会去平壤旅游的话 因为我曾经看一个BBC的纪录片 你就会发现 平壤跟世界上的这种大的一线城市 没有什么本质差别 但是一旦出了平壤以外 你会发现就全都是country side 农村 它的这个城市跟它的乡村 以及其他城市的发展 就是非常的 有种巨大的鸿沟啊 这种难以弥补的gap 你想去看一看 是不是 那么以后大家有机会的话呢 可以去那去看一下 对 朝鲜有一个非常深的地铁 但是呢 由于它现在物资缺乏 它没有这个 可以去开采 煤矿的这样的一些方式 没有这样的能源 所以说它很多这种中工业都搁置掉了 难以实现剧情发展 对吧 好了 那么根据地铁这个单词 老师也要给大家拓展一下 这个地铁呢 其实有不同的说法 比如说Metro 如果说同学们 你仔细去观察的话 比如说你先拿出你的地铁卡 你观察一下 中国大多数的地铁都叫做Metro 都叫做Metro 其实它是源自于一个法语单词叫Metro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一个特别有名的这种连锁的 就是这个卖这种比较 就是比较高端一点产品的这个超市吧 叫做麦德龙 大家听了吗 麦德龙呢 就是个法企 然后它的这个英文呢 就是Metro 地铁这个单词 麦德龙跟赛百位 它不是一个东西 郭尼尔同学 那那么可爱呢 赛百位是卖吃的 麦德龙是卖这个超市的 它不是卖超市 它就是个超市 能理解吧 对 它是法国的 然后呢 这单词呢 中国使它 中国法国用它 那么在其他国家地铁都怎么去说呢 比如说 大家知道在美国地铁怎么说吗 Stairway同学 记得老师跟大家说那八爪鱼了 那个地铁在 在香港 它不叫八爪鱼 坐地铁的卡 叫做八爪鱼 你看 有那高端是Anderground 有那高端是Subway 那我来更正一下 没错 那个美国地铁呢 叫做Subway 大家记得 那个联想 那个我们说 那个快餐 快餐产品 赛百位 美国的赛百位 所以说 美国地铁叫做Subway 在地面之下的路 就是我们的这个 地铁 对吗 在地下 这个地下的路 就是我们的地铁 而英国的这地铁呢 才叫做Anderground 它也表示的是 在地面以下 这样的一个交通工具 对吗 那么我们来说一下 刚才呢 有同学 打了这个英国的Tube 来说一下 Tube这单词呢 其实是伦敦地区 专用的一个单词 管子 你看一下 那个地铁下面 是不是像管道一样 那个地铁就像一个 大型的管子 然后把你从这儿 运到那儿 对不对 所以说Tube呢 但是英国伦敦地区 一个比较专业的说法 就比如说咱们说 这个YouTube 油管 对吧 著名的视频 这样的一个平台 YouTube 油管油管 所以说Tube 比较管子的意思 没错 而我们这个 澳洲或者是一些 英国国家 把这个地铁叫做什么呢 它叫做Train 叫做火车 你想一想 其实如果说 按长远去算的话 你要从北京南 到北京北 其实就相当于 已经是异地链了 对不对 你要是放到小城市的话 可能已经换了两个市 都不止 所以说呢 它可以叫做Train 短途小火车 然后你在这个 香港坐地铁的时候 你会经常听到 这样的一些 警示语 请注意列车与月台之间的空隙 你看到吗 所以说仔细地观察生活 你会得到很多 这种小的这种启示 所以说在英国当中 在这个香港 或在一些澳洲地区呢 它的这个地铁叫做Train 小火车 理解了吧 那么有地铁的城市 就是我们的大都市 那么再给大家就突然 一单字叫国际化大都市 比如说中国的北京 日本的东京 英国的伦敦 然后呢 美国的纽约 它都可以叫做Cosmos Police 那么这单字 大家知道怎么来的吗 Police还指的是City城市 那么Cosmos 没错 宇宙对不对 所以说其实这单字Cosmos 它指的是宇宙 宇宙级别的城市 就是我们的国际大都市 还有上海 还有上海摩都 是吧 跟上了那东西吗 好 如果跟上的话呢 讲继续咯 我们把这单词给大家测试一下 看掌握怎么样 来 首先第一个单词 embellish embellish 加强让它变得更漂亮的 爱装饰 adored great embellish 好 下一个 neptism nephew neptism 本来是儿子 非得说声外声 对吧 这就是在以前 红衣大主教那个时代的群带关系 然后nephew neptism OK 第三个词 hypocrate hypocrate 在下面说你坏话的人 批评你的人 就是我们的伪君子 伪君子 别人都会看到 它是个名字 你说的那个叫做hypocrate al 就是 去为对 好 第三个词 garn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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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大葱 sorry 用大蒜 就怎么样呢 不是配菜 去装饰 对不对 大蒜 去装饰 才要 garnish 好 下面 machopol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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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地铁的城市 就是我们的 大都市 大城市 great 那么第六单词 叫做hypercritical 过度的去批评我 处女座 这个性格特点 hypercritical 叫做 你看到了 暖山同学 它不是hypercritical 它是hypercritical 对吧 过度的去挑剔 叫做吹毛球瓷的 好 第七单词 ornament ornament orange 指的是embellish 丢到专饰 那么mbnt 变成一个名词 ornament 指的是 装饰装饰品 装饰装饰品 好 第八单词 cosmopolis cosmopolis 国际化的 宇宙级别的都市 很好啊 国际大都市 国际大都市 第九单词 indiscriminate indiscriminate 非常好 叫做 不分清红皂白的 不分清红皂白的 大家看 discrimination 就是偏见 in表加强 对不对 就是加强 in表否定 就是没有什么偏见 这件事呢 我不分清红皂白 啥都不管了 所以说 这单词来记下 它是个写容器 它是个写容器 indiscriminate 写容器 表示是 不分清红皂白的 in表否定 没有偏见 这件事情 我六亲不认为 是吧 不分清红皂白的 不加区分 不加歧视 补充上了吧 好 最后一单词 叫做hyperbole hyperbole 是英传同学 必须要掌握了 这样的一个修词手法 叫吹爆了 是不是 吹爆了 夸张 exaggeration great 同一单词 好 没有问题啊 咱们最后呢 再来一组 这个连连看啊 选出于所给单词 意思相同的图片 好吗 来 首先 第一单词 affable affable 好 毫不犹豫地选择三 是吧 好像瞅来瞅去 也就三 最可爱可亲了 好 点三 跟歌 嘖嘖 好 第二单词 baker tape 是你跟歌 是你年轻时代的跟歌 好 你选的这个 baker tape 连的是哪个呢 别了解 杨子同学 咱们待会还会继续观摩 他的这个盛世美言呢 你先选 咱们待会讲的时候 还会讲到他的 固执的 是不是 我不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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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的是一 好 再往下 叫做 assidious assidious 连的是四 对不对 勤勉 可苦的 great 最后 should should 连的是二 对不对 精明的 你个skr 小机灵鬼啊 好 没问题啊 连完之后呢 咱们来看一下 这几个单词 怎么去记 首先 这个是affable affable 喝爱的友善的 对不对 那么这个是呢 fab 它表示的是 说的意思 那说的啥呢 说的是fable 讲预言故事 你看 说一首字 我们表加强 对吧 加强给你讲故事 那个人 在很久很久以前 有一个人 叫做 根格 那个时候呢 他还留着 非主流的发型 加强给你讲预言故事 给你讲故事 那就在你小的时候 印象当中 他一定是个 和爱可亲的 友善的人 对不对啊 和爱可亲 爱讲故事 友善的 好 那么对 eradicate 是不是啊 那么这根字 同一词是谁呢 就是你根格 你根大爷 叫做genial genial 根根根根取根 是不是啊 根根根取根 genial 取根老师 和爱可亲 可善的 友善的 好 那么我们来造几个短语 比如说 genial sunshine 等一下 genial sunshine 温和的温暖的阳光 和煦的阳光 没有问题啊 对 好 genial smile 有时候你这个笑啊 就可以融化一切呢 让我有如沐春风的感觉 温暖的微笑 很好啊 genial breeze 就是那种 非常和煦的 微风 对不对啊 感觉都很美妙的 所以说 这单词 他形容的这个范围很广 你看 阳光啊 笑容啊 微风啊 都可以用到genial 这单词 对吧 根根 他genial的smile 就会让我觉得 像是吹来了 genial的breeze 照射了 genial的sunshine 对不对 对 微微一笑 已形成 好 没有问题啊 那接下来呢 这单词叫做 amicable amicable 这两单词可以放在一起 长得很像 都表的是和爱可亲的意思 那么这个ami呢 还有这个amore 它其实都影响 是move love 大家还记得吧 amore 我讲过这个发言单词 它发言呢 它就是love的意思 爱的意思 那么因为呢 amore amore它也是love的意思 这个词根 对 爱慕 没错啊 所以说 这个充满爱的人 是不是就是和爱可亲的 amable amicable 没错 爱慕的谐音 好 下来是glamour 那么其实单词 大家应该表述的是 它喜欢自己的手法 喜欢自己的意思吧 叫glamorous 对吗 就是充满魅力的 你看 是不是就是 这个爱 让它怎么样的 闪闪发光 这个人呢 就是你只要喜欢他 他站在你的面前 GL开头的 其实都是跟光相关的 你就会觉得 在人群里 他就是那个 最闪闪发光的人 身上的充满魅力 对吗 那个爱 让它在你面前发光 让它 给到你一种 非常有魅力的感觉 glamorous glamour 嗯 没错 好 谢谢小弟同学 那下一个是enemour enemour 因表加强 表使动 对吗 就是使你爱上 叫做使迷恋 enemour somebody 使你迷恋上某人 使你迷恋上某人 下单是amity amity 是不是还是跟爱相关呢 对吧 我们之间和谐有爱 所以说它表达是 友好和睦amity 那么再会句子说 we live in amity with our neighbors 我们跟我们的这个邻居呢 就非常的和睦友善的 共存相处着 ok 好 最后一单词呢 这单词呢 叫做enemity enemity 那么这单词呢 大家可以通过anemy去记 敌人充满的是敌意 敌人充满的是敌意 嗯 前面这个呢 A它指的是amore 对吗 爱 爱的感情就是和睦 友好 那么这个前面 大家可以讲的是anemy 敌人 那么敌人的感情呢 它就是敌意 对吗 好 没有问题啊 这是这个文词 然后呢咱们再通过这个fab这个词格呢 来讲一下哈 这个fab这个词格呢 我说了讲的是 表着是说 to speak的意思 那你看说 说啥呢 说的是fable 说的是预言 对吗 所以说 evable 加强给你讲故事的人 他就是和睦友善的平静人的人 那么 inavable 那你看这单词 还是说 那么怎么说呢 意表着是out 说出来 in呢 表着是不能 哎呀 这东西 我不能说出来 不可名状的 不可言喻的 妙不可言的 对 没错哈 不可说 说不出来的 那么来三个句 是吧 说 the beauty of a sunset at the beach is ineffable 你看 这是老师当年在这个 马来西亚去年这个时候 快年的时候拍的哈 就是海滩的落日啊 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 真的跟你平时看的这个夕阳落日是完全不一样的 然后那种美的 它是 ineffable 你说不出来的 妙不可言的 只能用相机去记录那一刻的美妙瞬间 没错 好 那么接下来呢 这单词叫fabulous 对不对 你看 哦 fabulous terrific 也是在口语当中 可以经常去使用到的这单词 对不对 也就是说 就感觉要说出来的吓死人了 是不是惊人的 fabulous 好 没有问题吧 那接下来 对 bravo 就这意思 bravo fabulous terrific 好 那么说到这个 表示这个妙不可言的 这个不可言语的 咱们来说一些 跟它相关的一些同一词 比如说 第一个单词叫做gorgeous gorgeous 指的是华丽的美丽动人的 那么这个单词你看 是不是可以翻译成高级死 是吧 那些名模 给你感觉 高级死了 gorgeous gorgeous 高级死 华丽的美丽动人的 那你看这单词除了表达人 就是人以外 比如说gorgeous lady 那种非常美丽动人的女郎 对吧 那么可以形容天呢 叫做gorgeous day oh today what a gorgeous day 对于美妙的一天呢 那如果说你今天出去 就会发现风和日丽 万里乌云 你就可以说 gorgeous weather 对吧 这种非常美妙的 美好的天气 哈哈 这是谁啊 我不知道这同学英文名字 J同学 太可爱了 能把所有的 gorgeous words 用到我身上 我非常的开心 好 那么接下来呢 下一单词叫做legendary 那么这单词 大家学习的叫做legend 什么意思 Legend 哎呀没错 传奇传说 对吗 那么加了a而为之后 变成一个喜欢词的 这就是传奇的 那么考虑翻译一下 什么叫做legendary hero legendary hero 哎传奇人物 对不对 传奇英雄 没错哈 legendary hero 好 没问题 那么下一个单词呢 叫做 惊奇队长 下一个单词呢 叫做remarkable 我们要告诉老师 应该remark 什么意思 作为一个动词 这单词很明显 它是通过这个remark 跟able 这样一个形式 后缀拼接起来的 那么什么叫做remark 哎没错 叫做标记评论 对不对 标记评论 然后你想一想 比如你在记一个单词的时候 你为什么要在旁边 画一个小星星呢 是不是这单词 可能很重要 或你没记住 要引起你的注意 对不对 所以说remarkable 还有这个引人注意的意思 那么除此之外呢 是不是还有这个评论的意思 你想一想 为什么你们在差异番后 总是说你们学年的某一个人呢 是不是那个人 他足够的引起 大家的注意了 比如说学习方面 情感方面 就是那种非常突出的人物 想让你去给他评论 那不管是从哪个维路来说呢 remarkable都表的是引人注目的 能理解吧 没错 同学问之重点会考 你会画一个标记 对不对 remark it 那么这里 ABLE 变成一个形容词 就是引人注目的 再往下 notable 大家都知道就是 我们说notice 指的是通知注意 对吗 notice 请注意 那么notable 就是值得注意的 我们在试图文的时候 会经常说到 it is notable that it is remarkable that 这件事呢 是值得注意的 然后后面加你的言论 加你的主题 是个非常好的写作的句式 大家可以 我就是灵活运用一下 it is remarkable that it is notable that 来记载个小本门上吧 下回写作的时候 可以尝试去使用一下 那最后一个呢 叫做marvelers marvelers 指的是不可思议的 那么朋友们来看 前面叫marvel 来 这就是非常有名的 这样一个公司啊 非常好 漫威 咱们有没有漫威迷的 有吧 美都一样 什么东西玩到的 肯定有 没错 漫威呢 就是要给你那种 非常不可思议的 这种奇幻的感觉 对不对 所以说在 OUS之后呢 那边应该写起 marvelers 不可思议的 好 没有问题啊 继续往下哦 那么下一段 是biggertate biggertate 它指的是偏执的固执的 这段子呢 它有指的是宗教的这种偏执跟固执 那么我们来讲一下 它为什么跟宗教相关呢 其实这里的bi 它指的是by 后面这个god呢 它其实指的是god 就是by god 那么这个诺尔曼人 诺尔曼的这个亲族 他们一般就是 哦我的上帝 他们会说这个by god 然后呢 有一次他们去跟法国国王会晤啊 然后呢 法国国王呢 就让他去行这个文角礼啊 就是亲文角的这样的一个礼仪 然后呢 就说这个by god 就是死 是死不从 后来呢 这个法国人呢 就用这个by god 来取笑他们的这个穆尔曼人 就说 他们对于自己的这个宗教呢 是偏执的固执的 这个单子的词源是这样来的 那你如果说 想用一个比较简单的计法去记的话呢 老师来教你们 你看bi是否有to的意思 作为一个数字前置 bi是否有两个的意思 god是不是得到 我们都知道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但是如果说你两个都想要的话 就证明你是一个偏执的固执的人 对不对 成年人 我们不做选择题 我们都要 对不对 你就要你就要 没错 很固执 很偏执 bigoted 好 我们来下个句子说 he was bigoted and racist 他就是一个非常固执的 这样的一个宗教偏执狂 对不对 他是一个非常固执的宗教偏执狂 那同一位有谁呢 比如说咱们的tenacious tenacious acous 来告诉老师 这个形式最后这是什么意思 没错 特别是多 many many 对吗 那么这里的这个tn呢 它其实是tain 这样的一个原因的变形 ten 那么比如说这个 detend pretend 大家有印象吗 pertinent maintain 这个tend它有keep保持的意思 就是它保持它自己 这个东西很多很多 就是谁也不能动 我就要保持 我要保持这样的一个原来的模式 它是不是也是保持的 这个表现的是这个 顽强的持久的意思 tenacious 它是一个非常正向的包意思 比如说这个人呢 意志力非常顽强 坚韧不把 就叫做tenacious perseverance 持续对自己非常严厉 perseverance 指的是意志力 那么tenacious 持久的 顽强的意志力 它是一个非常好的 正向的包意思 没错 坚持不懈 坚韧不把 tenacious 好 那下一单词呢 叫做admit admit 指的是也是喜欢讲坚定不移的 那么这单词呢 大家可以通过这个 亚当 这个人就记 亚当他是坚定不移的 那么给大家讲一下 这单词词员 其实是来自这个diamond 大家能看出变形吗 A表加强 对吧 然后呢 这里A呢 跟这个I 它是一个 互换的这样的模式 A跟I 然后呢 MENT呢 to do to do 发生了一个互换 你看 我们说 为什么结婚的时候 要送钻石呢 一颗横九元 不是 钻石横九元 一颗就破产 对吧 钻石呢 它就是一个非常坚目的东西 就代表了 你们的爱情是坚定不移的 所以说 由diamond 这单词变成了 这样一个学文词呢 叫做adment 它就有坚定不移的意思 没错啊 钻石 它就是永恒流产的 坚定不移的 能理解吧 它词源来自 这个人字 它们是同词根的 钻石 我是打错了吗 少了一个a 我说怎么那么奇怪 是吧 刚才拼错了 diamond 跟上了吧 这是正确的评线 刚才好像拼错了 好 没有问题 继续往下 那么下一单 就是它的同一 一表固执的 叫做muelish 你看下面这个muel 来告诉老师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小动物来着 muel 不是驴 驴叫做donkey 那么muel呢 是donkey跟horse 生的一个 不能再去繁衍的 这样一个生物 叫做裸子 没错啊 说你这叫得跟头驴一样 对吧 那裸子也没好哪儿去 它也是这样 一个非常倔强的物种 是吧 muel 那么加上iac之后呢 变成一个小动物 muelish 不值得 君哥讲的是驴 那讲错了 更正一下 我再来确定一下 我记得muel没有驴的意思 来再肯定一下 muel呢 它就是裸子的意思 donkey才指的是驴 驴跟马生的这样一个物种 叫做muel 裸子 好 那么下一单题呢 叫做wifo wifo指的也是任性的 你看当你的意识力 特别强的时候 我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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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是一个任性的宝贝啊 对不对啊 任性的 故意的wifo 那我们来造两个句子 分别使用它不同的意思 首先 第一个 he's being willful and has drawn from a baby 他从自己是婴儿的时候 他就非常的 任性 然后呢 非常的意志 坚决 对 没错 从小就任性啊 从小看到大 wifo and has drawn 所以说 这样呢 在方译曲纪 它在耳边就是一个同一题话啊 willful and has drawn 头脑非常的固执任性 好 再往下呢 说 the willful killing of a person is murdered the willful killing of a person is murdered 什么是谋杀呢 那就是 当你故意的去杀一个人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叫谋杀了 对不对 所以说willful 在这个句子当中 它取的是故意的意思 on purpose if you kill a person on purpose then you're you're commit a mother 对吧 你就犯了一个杀人罪 好 没问题啊 下一代是 assidious assidious 表示是勤奋的 刻骨护的 那么这件词 必须要讲一个词根呢 就是sid 跟sed seed set 它都表示是seed 大家能看到吗 原因ie的呼唤 然后呢 轻轻辅音的一个呼唤 好了 那么assidious ous结尾是一个形容词 那么seed 表示的是seed 做 as 表示加强 首字母是ai 说你首字母 是不是就加强音含义 加强做 朋友们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就是发过朋友圈 然后说今天我坐穿图书馆 就一直坐 加强做 那就证明你是一个 非常勤奋客户的人 就有些同学 一坐到那会儿吧 就动不了地方 就是一坐就能坐四五个小时 证明他是一个非常 注意集中的人 也能证明他学习 非常的刻骨勤奋 对吧 没错啊 坐穿图书馆 坐烂板凳 就证明你是一个 非常勤奋的刻骨的人 好 然后呢 下一段是insidious 我就觉得能上万次班的 能坚持到现在 还能上复习课的同学 你们就是assidious 给点掌声 assidious 好 下一段是insidious 这里的in 它表达是inner 在里边 大家看图 暗中观察 是吧 像猫猫 然后躲在那个里面 去坐着 在那暗中观察你 它表示的是 潜在的阴险 是不是啊 潜在的阴险 你看眼神 那么insidious effect 大家可以翻译一下 什么叫insidious effect 没错 叫潜在影响 potential 翻译特别好 potential insidious 潜在影响 好 lament 不是表示的是 那个悲伤哀悼吗 是吧 好 下一个是insidious disease 差不多 病发症 就是那种潜在的疾病 现在可能没发病 但可能你 隔不久之后 就会发病了 insidious disease great 好 下一个叫做 dissident dissident 那么diss 比较是not 否定 不能做到一起的人 没法做 是吧 为了假根放弃 取根的人 跟那些为了取根 放弃假根的人 你们就没法做到一起 dissit 所以说你们就是dissident 是由不同意见的人 是由不同意见的 ok 不能做到一块的 好 下文下呢 这单词叫做residue residue 它表示残留物 你看怎么去记得呢 叫做残留物 室管座 残留物室管座 baggertaid 不能太固执了 两个都想要 都最后啥也没用 啥也不是 好 那么这单词呢 我们来看 residue 是不是就是那个残留物 会坐在我的室 室管里头呀 对吧 你把它拟人去想 残留物室管座 所以说residue 作为一个名词呢 它表示的是 残留物 残留物 沉浸下去 没错 好 那照句则说 pesticide residues in fruit and vegetables 那些化学的 残留物 是不是就会 残留在我的 这个食物 蔬果当中 对吗 所以大家诗之前呢 一定要用这个 洗衣精 好好去洗一洗 把它这个 残留的residues 给它洗掉 wish off 没错 好 最后现在叫做 subside subside 大哥大哥 别生气 坐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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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 然后见小伙伙 小伙伙 别生气 所以说 subside 它表现的是平息 简直 相当于我们说的mitigate 对吧 我一踢门 我的这个心情 瞬间得到缓和 跟平息 mitigate subside 嗯 好 那么 这句子说 I took an aspirin and the pain gradually subsided 我吃了一片 aspirin之后呢 这个疼痛的 逐渐的就平息下去了 mitigate it OK 大哥大哥 坐下 别生气 平息 缓解 减弱 好 再到下呢 这个单词 叫做 superside superside 取代 应该是不是 在你头上坐 好 从今天开始啊 我就在坐在你的头上 彻底取代你这个地位了 superside 它是一个 四六级 专四专八 考研 留学通考词 非常重要 superside 是一个高频考语词 那我们来造句子 没错 replace 这是最简单的一个词 replace 替代 说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at we say AI right AI will someday superside manual labor 说要有一天 人工智能 终将取代 人手工那种劳作 没错啊 人工智能 终将取代 我们的人工操作 对吧 这也是一个 比较值得深思的问题 因为现在很多电影呢 就会出这种 人工智能啊 或者科目人呢 对不对 它反过来就统治了 整个人的 这个真实世界 比如说terminator 终结者 是不是就讲的是 机械 人工智能 然后呢 最终反过来 统治人类世界的 这些题材 对吧 好 下一言词叫 sedate sedate 它表的是 安静的 沉着的 害怕被取代 所以说 现在使用了老人机 这也是可以的 Ocean Ocean 可以 好 sedate 这单词呢 表示安静的沉着 你看这就是那种 小的时候 有些孩子特别 咄咄咄咄 你妈说 一天都坐不下 但是有些孩子 就不一样了 生性安静 人家一坐 就能坐一天 对不对啊 所以说 sedate 表的是安静的沉着 对 比如说 你看 形成城镇的时候 就可以说到 这个单词 a sedate country town 如果你去欧洲旅行 的话 大家都知道 这个 只要你不是工作日去 比如说你周天 周六去 这个城呢 就是一个死城 大家都在家庭里 享受这种 quality time family time 家庭的美好时间 天真之乐 没有人会上街逛街 也没有人会 在这个大街小街上 出溜达 都在家里 所以说呢 看上去 就像一座死城一样 挺害怕的 是吧 sedate 那么这单词 来形容这个城市呢 就再好不过了 没错 每天下午五点 城就空了 大家都回家吃饭 睡觉 想雾着去了 对不对 好 下方下呢 这一单叫 seditary seditary 那么我希望 咱们同学 只要你要是一个 being sedatory的状态 你就要 起来动一动 你就要做一些exercise 因为有酒粽呢 其实对你的身体 特别不好 那么这个句子就是 people in sedatory jobs need to take exercises 那些酒粽工作的人呢 他需要去 锻炼一下 然后呢 去做一些 相对应的 这样的训练 没错 好 好 没问题啊 这是seed 这个词根 表示sit 做我们 拓展一些单词 那么我们来说 今天最后一个单词 叫做should should 那么它会让你 想你哪个小动物呢 should should 兔子 你是九套 fox 我也觉得大家可能会通过 发音想到这个鼠 老鼠这单词 是吧 食数的 刚刚这么讲的食数的 那我的技法呢 是should 是个鼠的 老鼠的 是不是 你看我们是不是有个电影 叫精灵鼠小丽啊 看过吗 精灵鼠小丽 所以说老鼠呢 就是一个非常精明 且敏锐的小动物 should 鼠的 老鼠的 精明的 敏锐的 好了 那么这单词呢 也属于一个通口词 非常的重要 同一换词有谁呢 这几单词呢 都比较高难度了 你就稍微找回家就可以了 第一单词 asitute asitute 我也没看过精灵鼠小丽 我只是听大人说过 好 asitute这单词呢 哎同学们 说到前面呢 它表示forkly not 后面这个tute 还想是tutor 不用你家tutor教 你就会的 你是不是就是非常一个聪明的人 非常精明 非常敏锐的人 你还真简 是不是asitute 不用tutor教 你就会的 那么你就是一个精明的 敏锐的人 聪明的人 对 发红包 别着急 好 接下来下一个 braining braining braining指的是大脑 有大脑的人 就是聪明的 只会的人 braining 下面下 Kenny Kenny这段词 可以通过 跟那个conny一起的戏 为什么都是 n 放到中间 Kenny conny 你看 是不是can you can do everything 你可以做任何的事情 你知道how to do it 那么证明 你就是一个精明的 敏锐的聪明的人 Kenny Kenny 看把你能的 差不多 就是you can do everything and you can know you can do you know how to do everything 你知道怎么去做任何的事情 那么就是精明的讲话的 Ken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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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最后一单词呢 叫做 没事啊 陆琪 这个 陆琪就是 这个 空老师 上啥课都能出现的人 是不是 好 下一单词呢 叫Judacious Judacious 你都不知道他们东西多想你 你没来 他们从头念得到你 就是念到你来为止 想死你了 好 这单词呢 叫做 明智的 判断正确的 那么这个单词呢 我们来看一下 是不是前面这个Judacious 他特别 长得很像是我们的Judge 如果说你每次判断 你都可以判断得非常正确的话 那你就是一个明智的人 对吧 大家都会跟你的票 Judacious 明智的 判断正确的 好 每个问题 接受了下 下个词呢 叫做Sagacious 那么Sag这个词根 表示是No 知道 那么AECLUS呢 指的是Many Many 知道知道很多东西的人 那你也是个精明的人 从会的人 那么 知道很多东西的人 Sagacious 那你就是精明的人 那么Sage 知道东西的人 你看我们说圣人 好像啥都知道 那么作为名词 圣人 作为形容 是能锐智的 比如说孔子 孟子 会给你那种非常 智慧的 锐智的 那种大家的感觉 那么圣人 它就是锐智的 Sage 那么Presage 它表现 你看这不就是之前 我就知道了 我就知道你外面有狗 对不对 所以说Presage 表示的是预感 之前我就知道了 来复习一下 同一题话 你看 Presentiment Sense 感觉 Presage 之前 之前我就有感觉了 Presage sentiment 多指的是对不好 什么的预感 对吧 比如说 你头上带绿了 对不对 那就是一种Presage sentiment 那么这张词 Pretend 还记得什么意思吗 首先得知道它是什么 什么词性 Pretend 没错 它是一个动词 既然它是一个动词 Tend表现的是伸展 那么怎么伸展呢 向前伸展 这东西呢 之前就已经伸展出了 这样一个趋势 这样一个头了 诶 我就知道它预示我 什么什么东西了 作为动词 表示的是预示的意思 Pretend 好 那么我们最后呢 把这次等词给大家来串一下 我们来复习一下 看你记不记住的意思了 首先第一个等词 Genial 根哥 根哥 非常的Genial 和蔼可亲的 很好 和蔼的 可亲的 亲切的 Pint Great 第二次 Glamour Glamour 只要你喜欢它 你会发现它闪闪发光 在你面前 它是非常的具有什么的人呢 诶 它是一个名词 它是一个名词 叫做Glamour 有名词 迷人的叫Glamourish Enchanted 诶 名词表示魅力 对吧 你看 只要你喜欢的人 你会觉得它太有魅力了 在你面前闪闪发光 对吧 谁都不开就这样看它 第三次 Supersede 坐在你上头 坐在你上面 怎么样呢 replace 取代你 replace Supersede 第四次 Millish Millish 春春什么像 骡子似的呢 这么酱呢 顽强的固执的 顽固的固执的 Mill 好 第五次 Ineffable 说不出来 说不出来的 不可言语的 不可言说的 不可方物的 妙不可言的 Great 知道很多事情的人 那么你就是一个 明智的 睿智的人 对吗 明智的 rich 的 sagacious 好 再往下 insidious 在里边 怎么样呢 坐着暗中观察你 insidious 潜在的 潜伏的 great 潜在的潜伏的 insidious 好 再往下 marvelers 漫威 对吗 漫威里面的这个英雄呢 他们都是marvelers 诶 惊叹的对吧 你惊叹他们的超能力 你惊叹他们一个人 你要都要的话 你就是一个顽固的固执的 sturban的人 对不对 sturban 顽固的固执的 好 没有问题啊 这就是今天我们讲的这些单词了 然后呢 大家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们来说一下今天打卡词 大家今天对你的单词印象比较深刻呢 那咱们就用genio这单词了 可以吗 根哥 根哥非常的和爱可亲 genio 好 inavable genio根哥 inavable 坤坤 很好 那咱们就用两个词打卡 可以吧 然后 bigerted的你们 固执的非常 想用两个单词来打卡的你们 好 做好了 安排明白了 genio inavable bigerted choose one that you like 选择一个你喜欢就可以了 好 来 发红包了 哎 同学们 就你们发心的话 给老师发心的话 你们需要用几个学备可以换一个新啊 20个学备一个新 5个学备一个新 哦 好 谢谢主播 谢谢大家 送了小爱心啊 反正也不能换钱 对 还有最后一节课 今天是咱们倒是第二节课 然后明天就是 下班课就是最后一节 下一周 好嘞 那就期待下一周 跟同学们再会咯 嗯 好的 事业太快了 是不是万次整个课上 就要结束 爱大家 爱你们 OK 好了 那就完了 同学们 四六级 对我要说一下 四六级的 这个全程班的词汇呢 以后都是公告老师大了 所以说咱们还有很多机会去 见面啊 如果你要是继续 报这个四六级课程的话呢 我们还会在四六级的 词课程上继续见面 可以啊 没问题啊 跟哥在四级的阅读 嗯 好 那就下个课再见了 同学们啊 See you next time Good night Bye bye